安倍呢把它下降到6块钱5块钱人民币左右 也就是相当于日本的整体物价对外国人来说是大了七八折 那么这一经济举措呢大大的增加了外国人赴日访日的这个消费购买力 然后并且呢安倍总统呢还实施了这个 放宽签证的这个计划 帮助外国人呢可以更好的到日本申请到短期的旅游签证到日本来旅游 其实呢我觉得这个虽然说安倍总统呢他是一个日本的首相 但是呢作为一个就日本国内人来说啊 就是安倍首相呢是非常为日本这个国家考虑的 然后他也为中日友好做出了非常巨大的贡献 他在经济上是严重依赖于中国的 但他在政治上他没有自己独立的军队 他是严重依附于美国的 实际上呢安倍总统呢他在在任期间呢 一直都在努力的想要脱离美国对日本的控制 首先2015年的时候安倍呢 一直在大力的推行修宪制度 他要修改宪法 为什么要修改宪法呢 因为日本的宪法规定了 日本不可以拥有军队 日本只能拥有自卫队 日本唯一的军队就是驻扎在冲城的美军 那么如果说一旦日本没有自己的军队 当然这个是二战战败国决定的 但是日本如果没有自己的军队的话 他就没有办法在政治上去摆脱美国对自己的控制 所以说安倍呢 他一直在在任期间呢 他的努力的就是他的努力 很多努力工作呢是在他非常知道 要改善中日间的关系 然后要在这个政治上 极力想要摆脱美国对自己的控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